安排破局五天 柯文哲狂爆料 說有人花兩億美金 要他當副手 台湾幕僚主動每天爆料 連名字都脫口而出 國民黨黃復興黨員部 主委紀林聯 就被引設是這位紀將軍 但本人已經明確否證 記得追問這些人到底哪裡來 誰安排會面 柯文哲持續曖昧不說 就把奈業翻過去 細節應該問那些幕僚 這個也不需要我在這裡講 而且越扯越多 難道騙子前客是柯幕僚安排的嗎 網友就痛罵 只有兩種可能 若是騙子難道隨便一個人 說要給你兩億美金你都信 這麼容易被騙 選什麼總統 而柯文哲還好意思說 但若真是前客就違法 若不講不告 就是姑息養姦 還是根本就是你栽贓的謊言 結果就打國民黨 來這個城市聲量 兩億美金這麼大的事情 自從這黨廠條例之後 柯文哲過去選台北市長 就曾造謠三億男捐錢給連勝文 當時他的態度如出一策 講得曖昧不清 離譜的是法院徹查 結果柯建民作證 是柯文哲想要透過牽線找郭台銘 但最後兩個人根本沒見到面 也完全沒有郭台銘 給連勝文三億這件事 而郭台銘只有因為 郝羅賓市府蓋花博選過錢 而如今在問柯文哲 當初為何說謊 在一張連勝文 他竟然這麼講 連勝文他家哪裡需要跟人家拿三億元 靠自己就夠了 那時候對連勝文非常傷害非常大 擬青了沒有用啊 傷害已經造成了已經落選了 同樣的現在兩億美金 他想要顧忌充施 這感覺是一個綠營的大車而已 如果真的想要政黨輪替 我們應該是認真來監督 現在一大堆問題的民進黨 絕對不是一直污賴國民黨 從藍白河破局至今 柯文哲和幕僚幾乎卯足全力 分進核擊攻擊國民黨 也引爆選民之旗 記得希望陸續過好 SNG小組台北報導